对 你们一会儿可以练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链接已经出来了 我可能要加一下麦 开始了已经 要加那个转换的 哈喽 我们一会儿就要开始直播啦 一会儿就能见到一星了 先带你们转一转 这个是张一星的大航海个人学会演唱会的烈恋室 是很独家的一个现场 小姐姐 我是老姐姐的同志们 声音听得清吗 我加了一个麦 你们看一下 这个还蛮难 没有什么可以架上 我的手里 卡住了耶 卡吗大家不卡吧 都可以听得清哈 我们测试一下吧 这个声音 你们其实可以练起来 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会儿会独家探访一下张一星在彩排的这个画中间 我先带你们大概在这边转一下吧 因为他们这边的整个演唱会的彩排都是在这里 一星在做造型 声音你们都听得到吧 看我加了一个小小的麦克 看我加了一个小小的麦克 嗯 会多拍他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随时说 好呀 好呀 嗯 好我先带大家转一下这个排练的地方 现在有很多dancers都已经在这边准备跳舞了 好 哈喽大家好 你们在拉筋吗 好 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跟一星一起合舞的dancers们 今天辛苦了 你们要排到几点 嗯 不知道 每天都是排到几点 每天都是排到几点 对 好 好我一会儿进来跟你们聊 好 然后他们现在在这练习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一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可以进去了吗 好 嗯 他现在正在化妆间准备造型 你们都有什么想看的跟我说说 我一会儿多拍点 想不到票是吧 现在有买到演唱会门票的朋友们在吗 好的 好的没问题 跟大家聊聊天 好的 哎 ok了 好的 哎那我们能带到环境吗 先慢点进去 嗯 先慢点进去 直播啊 对他刚刚刚那个一星有讲 就是确实这次演唱会的门票特别特别的紧张 很多人都没有抢到 所以你们就是下下几站抢票的时候一定要蹲好了 第一时间抢到 加油大家加油 听说一星自己的朋友小票都没有抢到 一会儿我会带你们大概探班一下他的整个排练的这个状况 还有他的这个排练前的这种准备的化妆间的做造型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好吗声音清楚吧也不卡吧 会一会儿会多拍他的 他现在还在准备 然后我们再等他准备 好的就进去 听说一会儿一星要吃午饭 不知道他会吃什么 而且我刚刚看特别可爱 就是他有一天不是直播在吃串吗 然后有的那个粉丝还在下面提醒说 提醒我们小哥哥吃串的时候 不要这样吃 要横着吃不然会危险 嗯 艺人都是这样的 艺人经常要就是 工作到没有时间吃饭 或者听说他昨天晚上是忙到排到一两点钟才结束 还挺辛苦的 但是一星的状态还蛮好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熬到那么晚的话 可能整个人都晕晕的了 但他今天开工的时候还是状态满满 但是我觉得也是只有一直特别努力的去练习 才能给大家呈现一个特别好的现场 对吧 因为我之前在我的微博上蒸集了很多问题嘛 一会就会跟他聊一下 给你们揭秘一下 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个采访 所以大家如果这次直播进来的比较晚的话 没关系 可以看直播回放的同时 也可以期待我们之后的采访 想看化妆啊 不知道一会能不能拍到 好的 嗯 我们现在要进去啦 你们一会就可以看到一星在准备的样子了 我现在要把我的那个手机接棒给我的小助理小可爱 卡吗 卡吗 大家还可以吧 好的 好的 我来了 没事 突然光好暗 好吗 那我们现在准备 你们准备好了吗 要见到你们的张艺兴了 见到你们的国际风 好的 我们先进入吧 直接切断 转 好 哈喽 带大家来见一下你 哈喽喽喽喽喽喽喽 我是大嫂 大嫂好 非常正式的官方的鬼下手 你帮你打招呼我都这么大 对对对 我们就是现在那个不管怎么年轻人打招呼我还是 你怎么这样 那一星也是听说你最近一直在为演唱会 准备够排练 嗯 每天都要排练是吧 每天都排练 但是因为很多奶的这个大航海贝尔演唱会 这个粉丝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们能够带大家看一下屋后 看一下你排练的场面 然后这个是一星在准备的时候 用的一个化妆间 对 所以呢 其实我们现在有几个昨天征集好的粉丝的问题 你想要你回答一下 嗯 来看一下 这个手机 想吃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麦 哇 这个给它更新的 对啊 麦的什么一样吧 对 麦的特别 刚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嗯 嗯 其实最多人能问就是 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 因为我刚刚有刚讲说 一星还没有吃饭 大家都说 怎么现在没有吃饭 哦 我有好好吃饭 你放心吧 吃的都很好是吗 那你就是 前两天我看有很多次提醒说 你吃串的时候 不要这样说着吃 横着吃串 横着血 有什么 那么多奖 你来了唱 没有吃串 都很关心你的健康 你知道吗 谢谢 第二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很好奇说 这次的EP PUNNY 这首PUNNY这首歌 有没有什么 背后隐藏的视线 因为我们在看努力的时候 感觉到 它是一个就是 可能很庞大一个 这样的故事结果 也没有啊 就是一开始 他那个 不是前面有一个 一分钟钟的 那个 一段 其实就是说的 就是自己的一些状态 嗯 就跟大家说的就是 一个人的一个 转变的一个过程 那一个就是 从 水里出来 以后转变成蜂的一个过程 嗯 来成长的过程 你是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 而且我刚刚跟你讲说 他应该是有过 真的非常喜当 听完来之后 脑子一直就是那个 前车 然后身体会随着 在拜登的感觉里 不管你才能听过这句话也好 哈哈 你可能应该很多人都有那个 就跟你说过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粉丝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次 有说是沉浸式的舞台吗 所以想说现场 会不会有什么 比较的特别的环节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环节 就是 想好了很大的 人民公司彩礼 做了一个 还比较 算还行的舞台 凑合凑合 嗯 我觉得那个 雷真的是一个要求 非常非常严格的人 一般他讲说 凑合凑合的 应该现场也是比较震撼的 提点啊 提点啊 那还有一个大家很期待的 就是说 除了思诚演讲会之外 190的后半年 你还有什么计划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90后半年 走一步看一步文 脚踏实际魔法奖 怎么今天整个对话 这么老干部 见面先握手 然后就讲 脚踏实际魔法奖 然后有一个 slope 就是脚踏实际魔法奖 努力努力再努力 好的 那也希望就是我们 反正因为 之前我看到有一个粉丝 说了句话特别感动 就是他说 看到你那个 在卡牌的时候 会觉得其实从练习生开始 就是这么努力的 进去面前 一直练习 现在看到你还是这个 状态 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出现状态是 又是一个非常 非常值得取奇的态度 好的好的 我刚刚看到 因为现在我们 刚好看到了一星 在筹备期间的这个 化妆台 我看到了一个 所有女孩子 应该都会 喜欢你 有点疯狂的 这个 Mac的 啊 小心 小心 是Mac的这个 油霧淡大礼盒 然后这个礼盒 你有没有在中间 就是如果想要 推荐粉丝一个 他们可以用的 特别适合夏天的颜色 你选什么颜色 我觉得看他们喜欢吗 能自己喜欢 喜欢什么都行 自己心变好了吗 用选择面色不多 对我觉得就是 其实女生选择面色 不用特别纠结自己 什么黄皮 暖皮之类的 只要是你 足够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我自己今天的心情 不过我自己的心情 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那个 张艺兴也是 我们Mac 在中国区的首位代理人 所以我也看到 你的化妆桌上 真的很多 都是Mac的这种金牌产品 我其实还想 仔细的扒一扒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 你知道你一会儿 要赶紧吃饭排练 那就不打扰你了 没事没事 那一会儿就等排练的时候 你们再过去围观一下 可以 好吧 那期待一新一会儿的排练 你们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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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们呢现在 辛苦 辛苦 没事没事 我还继续直播呢 谢谢 我们那个张艺兴的可爱 刚刚见到我的时候 跟我说 嗯大嫂 大哥在哪呢 我说大哥不重要 不要管大哥 然后而且特别逗 我叫着叫着 就从大嫂变嫂子了 一下子很亲切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刚刚有跟你们说 因为我们很多dancer 在这边排练 哇 他们现在就是 已经在镜子面前 各种拉筋练习 我们想采访一下 这些dancer 看看有能不能挖到一些 一星平时 在练习的时候的一些 小料 给大家 半个饭 哈喽 我又来了 哈喽 你们是那个 在拉筋是吗 现在 对 我现在就是 因为刚刚有采访完一星 他现在在吃饭 我想问一下 猜谁 哎 你们刚刚聊的时候 可是大家说 都很积极出镜的 你来吧 哪位 先踩这个小姐姐吧 好 小姐姐 哈喽 大家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夏 Summer 这次大航海演唱会的彩排 现场 我见到了很多 长得很好看的舞者 不知道你们 Douncer现在 你们现在Douncer的颜值 真的都好高啊 我想问一下 你们平时 因为刚好看一星要吃饭 然后你平时练的时候 吃外卖都会比什么样 哇 很多 比如 饮料开始啊 早上要先一杯咖啡 新的一天开始 然后 可以说米子吗 Coco 各种水果茶 然后各种麦豆 还有王老鸡 矿泉水 每天 然后吃的话就 最近吃肉吃的比较多 因为在长鸡肉 所以你们其实因为平时练舞的消耗很大 所以在整个那种吃上面 不会说特别每天要吃沙拉啊什么时候 没有 就 随便吃 能透露一下张艺兴平时最喜欢吃的一个单品是什么 是什么 印象中 我上次有看他吃烤串 是吗 对 你现在在吃串 你来拍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距离有点不够 你再转个 好想看我自己 没人很美 已经验证过 大家是又在刷小姐姐很美 不要我看到 就你们 对我有看他吃都在吃烤串 对对对 那天有跟他吃烤鲜肉烤串 所以你们的果实真的很好 嗯 好 我现在先打听完了一斤吃什么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问一下 这位小哥哥 这位皮肤很白的小哥 是不是跟他站在一起显得很黑 没有 我想问一下 一星平时排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点点 其他爱说的火头语 或者是小动作 这类的 嗯 他其实平常 他那时候会一直看着我们看 然后 然后就是会会去观察单子的状态 然后他自己跳了 然后也特别慢力 他每一次我记得都是 就是很大动作跳的很难 所以就排练的时候也是会尽全力去排 不会这样摆一摆对 所以他每 嗯 我感觉他每次排练的衣服都湿透 那这样很累 那你们现在每天都在排练 是吧 对 一般有下跌的动作 可能我们做就会这样 稍微再比较 比如说我会 但是我不知道他每次下跌 就真的下跌了 就每次下跌 那你们要不要反击一下自己呢 对对对 必须反击 这就是我对他看到一个 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一个点 就很极致 对很极致 对他自己要求特别高 然后他口头上就是问我们 你觉得honey好听吗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honey好听还是battle 别有用 那你们怎么回答 其实我觉得都很不错 尤其是 我其实之前没有听他很多 但是我这一次排练以后 我越听觉得honey很新鸽 对是很新鸽 你听完之后就觉得一直都在 而且走路会这样 走路会这样 走路 对 然后但我更喜欢battle 就是后来我听了honey以后 我就把人家用去听一下他其他人 我觉得背上就有用 对他这样eep 其实是会让人就是 你听完一首再听一首再听一首 它是有一个故事的感觉 慢慢进入进去的 对 而且真的很适合跳 对对很适合 如果我不是这次办法的话 我觉得我们会选择honey来battle 是吧 我看网上很多人在battle 然后我们刚刚有试试 然后你们会不会挑战一下 还是给我们看 那会是 那会是很快 那我们再采访一位小哥哥 那边一直在动的小哥哥 哈哈哈 哎 你能给我 你能给我模仿一个 就是 张艺兴在排练的时候 你觉得他做最帅的东西 最帅的东西 最帅的东西 你拿这个 就光还好 嗯 来一个 对 我我就不选了 哈哈 咕咕咕咕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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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反正这就是特别大了 它 虽然是招牌 只是他 比较喜欢他的画 嗯 有他画面那个里面有很多这样的 对 他那也是 腰啊 画啊 还有运动啊 对 哎 我想知道就是因为 你们每天排练在一起 有没有什么 我们特别 想知道 但目前 能到小哥哥 演唱会的一些内幕 内幕 就比如说现场 会有什么 你想不到的 场景啊 或者嘉宾啊 之类的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你还是 我觉得是 非常 是吧 你们都见过舞台来 对 因为我 对 很贵 那种可能 会变好 有水 嗯 一定会 就 炸了 很炸 对 对 但是 加上你具体的 还是真的 对 嗯 那你就是 嗯 有没有你自己 特别期待在现场 如何 感受你的 环节 我期待的 嗯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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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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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觉 首先 颜值都很高 然后大家整个排练的状态 我看到一些 就觉得 现场应该会非常 很炸 很热血 对很热血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 然后大家先别走开 因为我们一会呢 还会再看到 一会儿会看到他整个排练的场景 嗯 然后我们其实今天在直播之前呢 有跟他做一个专访 所以大家也期待一下 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专访发出来 很多你们想知道的问题 在专访里面都会解答 嗯 嗯 好的 我们切一下 对一会儿还会看到 好像应该再简单的吃一下饭上 你们继续练习吧 辛苦 辛苦辛苦辛苦 哎 不过说真的就是 嗯 像我这种零技术 如果是想学舞蹈的话 你们觉得就是从 Urban 开始 都可以 看你喜欢啥学生 找做一个好的 从翻那开始 对 我昨天有 虽然有在那个学 然后我发现就是还 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但是跳起来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对 我第一次学的时候 我也觉得挺 就你 我不知道跟他哪个点 当学的时候是这样 因为我们发现累的 好多的那个音乐 因为他都是那种小的律动 嗯 就你可能要通过 比如你脖子轻轻的啊 什么的 你看视频你看不出来 但他细节很多 细节比较好 细节比较好 好的 他很注重舞台 嗯 我决定一会儿那个采访 完了这个直播之后 我过来练习一下 来都来了 总要学一点东西走嘛 那你们等我啊 好 好 我刚刚可逗了 我刚采访的时候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化妆间吗 还要等一下吧 哦 他在开扫是吧 我们可以进去 嗯 可以进去 嗯 可以进去 嗯 可以进去 那你直接拍 一会儿拍摄 直接一会儿拍摄 可以抽一下 哎 但是我们一会儿跟他 要 就他拍摄一点 嗯 嗯 嗯 我们可以进去 发生机会 对对对 我们又要见到 你们的泪 古迹峰 哈喽 我们去探群一下你的化妆间 又探群一下 对 因为你刚好不用你嘛 我们直接 细翻一下 不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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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练你的 这是你的平时开洒用的钢琴是吧 啊 就不是吧 嗯 好 没事没事 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你这个化妆间 好 开喽 好 停停停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其实 刚刚要给大家就是讲到了 这个MAC的五弹离合 它也是 纳克出的一个 全体的四段融入唇膏 表示在天猫小飞盒首发的 这个唇膏呢 因为我们公司也收到离合 这个 我试了一下整个润都 不行了 因为它就是那种质感超级 我开始在美妆博主的这个pose 它就是那种质感超级超级好的 这种雾面 这个颜色应该是MAC的最棒的一个颜色 它是叫Devoted to Chili 它也是有一点像之前MAC很火的那个 Chili的颜色 但是它因为是后面的效果嘛 所以整个的上唇之后 你会有那种很高级的雅光的质感 但是我不会觉得它很干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选这种雅光唇膏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美了 另外它其实还有几个比较生活化的颜色 像这个是302's way to sugar 303 305 对 305 要找一下那个我很喜欢的305 这个是305 不是那个 这个颜色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好驾驭 但是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显白 它是一个就是有一点那种偏梅字调的这样的一个红色 像大家平时如果上班的话其实薄涂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说想晚上约会啊 有种比较重要的 既很心爱的人就可以涂一下 就颜色非常好看 所以它整个油蛋的系列 其实都是这种很有质感的雅光的唇膏 啊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粉底的时候我自己特别爱用 这是一星的色号吗 25 25号 这个一星的色号 当然大家不用为了那个一星专门去买跟他一样的色号 但是这款粉底很好用 因为它是那种就是能化出奶油肌的效果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 干皮用的话也会觉得特别为了服贴 而且在阳光下会有微微闪光的感觉 质体很好 这是我记忆的 其实像这个小奶瓶我自己是在用 但是这款粉底我觉得它的整个奶油肌的妆感也会非常非常的好 嗯 这个产品你们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就是MAC的一个定妆喷雾 它也是宝石喷雾 就是你妆前和妆后用都可以 反正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就是妆前喷一圈化妆 然后就在用它来定妆 我觉得整个妆效很服贴 反正基本上我觉得像一星的化妆台在用的这些 一会儿可以说一下抽一个粉丝送一个四妆这样的小李 哦哦哦哦 我刚心里面说 这个也特别特别好用 这个是一个唇膏 但是它淡化唇纹的效果特别特别明显 所以像大家如果是那种比平时嘴巴比较干 担心这种哑光唇光会有一点显干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用这种就是很强烈的打底唇膏先打个定妆 带走吧 你们既然能听到在外面唱歌是吗 我们一会儿出去看它一下 好大家现在要记得就是刚刚给你们推荐的这个油污蛋礼盒 是在天猫小费盒首发的 所以你们现在只要打开手机淘宝搜索油污蛋 这三个字就可以立刻买到这个礼盒了 这礼盒现在真的很抢手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次推荐完了之后 应该很快就会卖空 所以大家担心时间 我偷偷带走一个厨房 有用过吗 一会儿跟他讲一下 我先看一下你心里面 要不跟他说一下 结果结束了 没有 还要结束 那我们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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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一点 大家听到特别好听的时候 你加油 别忘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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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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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不怕 拜拜 一定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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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